應該有錄影 那就 沒關係 今天就來講 還是講一下 反正有錄影 今天要講的是 CostCab的Code of Conduct 目前推動的進度 然後 我取的名字 當初取的名字 是叫我推的守則 等一下會解釋 為什麼是我推的守則 不過這裡有一隻 是我推的小卓 目前這一隻小卓 如果 它已經有做成娃娃了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去個人贊助 抖內一下 你就可以獲得一隻 實體的小卓娃娃 然後還有這隻 我推的小卓 很可愛的貼紙 副標題是CostCab Code of Conduct 修訂之路 因為它其實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目前還走在路上 可是我還是想要記錄一下 目前為止 所經歷過的討論 然後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些經驗 也希望可以從別的社群 或是參加者之間 獲得一些其他的經驗 然後繼續盡進這個 Code of Conduct 好 首先 我推的守則 我是誰 我是CostCab的長期志工 應該快要10年了 但是中間有跳過幾屆 然後再來我是台灣飛鵝員庫爾浪子的工作小組成員 庫爾浪子 台灣飛鵝員庫爾浪子是一個在推廣 飛鵝員性別的社群 然後這兩個都是社群 那其實我有參加一些別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Code of Conduct的推動過程裡面 只有這兩件事情對我來講比較重要 首先因為我是CostCab的長期志工 所以我在這裡有貢獻過 然後我在這裡有認同感 並且也因為我夠長期 所以我有話語權 所以在這一次的推動過程裡面 其實話語權是蠻重要的事情 再來台灣飛鵝員庫爾浪子 是為了推動飛鵝員性別而成立的社群 那它在2019年才成立 2020 不過這個社群 因為飛鵝員性別在台灣 也是一個蠻新的名詞 其實它從國外進來 英文叫做non-binary 它在國外也不算是一個很久的東西 然後這個社群 在台灣目前推動的 比較是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性別不是只有男跟女這個二緣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性別認同 或是甚至是流動的性別認同 所以在破除性別刻板框架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單純是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類對人類如何平等的相處 這也是我蠻關注的事情 好 再來其實我推的守則 不只是我在推 我們在這一次 至少在今年的過程 今年的守則修改過程裡面 有加入了不少的外部意見 或是社群的串聯 首先是我們請到了一位外部講師 她叫林秀儀 秀儀之前在婦女心智基金會工作 所以她在性別的議題還有法律的面向 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跟理解 她現在已經從婦女心智離職 然後專職在做性別議題相關的講師 或是像性評調解的委員 所以我很榮幸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她 然後這一次有幸邀請到她來講課 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首先 剛好是在 我是在五月的時候邀請她 然後在六月的時候就爆出了me too事件 所以其實她從大概五月底開始 六月的時候就後面行程都滿到一個爆炸 所以剛好我們比較早 而且就是她對於開源社群是一個全新的 對她來講全新的領域 所以她也非常有興趣來協助我們討論這些的 這個社群守則 再來CostCup夥伴的 這一次的COC修訂其實有非常 也不能算非常多 可是反正就是有幾位CostCup夥伴加入了討論 然後一起修訂了後面的守則 然後最後是社群連結 因為其實這個社群守則目前在台灣不是只有CostCup有 很多其他的社群也都有 那例如像當初五月初的時候我也有看過Hacking Thursday社群 那他們今天下午也有另外一場他們的COC的分享 當初五月的時候他們有用他們的COC就是處理了一位社群成員 那那個時候其實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蠻有指標性的事件 那另外我們的守則其實也參考了像是G0V的社群守則 或是像維基百科他們有一個國際同用版的社群守則 跟E群那個國際同用社群守則而產生的台灣版的守則 所以這些然後還有像是可能像台權會或是一些其他的NGO 他們是因為受限於性貶平等工作法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內部的性貶處理流程 這些內容其實我們也都有參考 再來是推 推就是我推的守則 我們推了什麼 其實去年2022年就已經提過修訂COC 並且那個時候就有修訂過了一次 那2022的狀態是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在活動結束 後來有人在Dcar上面爆料當時參加的 參加活動的某一個社群 異成鬼的其中一個講師有在社群就是在活動之外 有一些其他的事件發生 那因為Dcar上面其實是匿名的爆料 然後再來是當初那一位講師 他是目前CostCup是以社群異成鬼的方式 由不同的社群去host這些異成鬼 所以其實CostCup對於講師的背景 或是CostCup主辦單位對於講師的背景 或是這些事件在會前並不了解 但是我們就有討論過像是這樣子的人 如果出現在會場他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或是他來參加的話 CostCup會間接的給予他什麼樣的credit 所以去年就已經有修過一次COC 不過當時的狀態還比較是 既然這位講師不是我們自己邀請來的人 那我們對他的權限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還是基於一個尊重 互相尊重的前提 然後設一個比較保守的 就是大家好好相處喔的社群守則 那但是在去年活動結束之後發現這個 大家要好好相處喔的社群守則 實際上還是不夠用 所以去年又有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今年就是因為去年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在其他社群其實也有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們就是有一些知情的人 大家在互相討論之後 在今年的5月17號的CostCup的酬會 就提出了 我在酬會上提出了 我希望可以再重修我們的Code of Conduct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這次提出之前 我已經有跟社群的夥伴 前面有提到我們有很多社群夥伴的協助 那像是今年的實習總召燕子 就是他在這個5月17號之前 就已經有跟我有蠻多次討論 然後當初其實也是他先提出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外部的講師 來跟社群裡面的人說明 到底Code of Conduct有多重要 和我們應該要怎麼設定才可以符合我們的 符合的程度 符合我們的能力 並且可以讓來參加的人覺得信任和安全 那提出重修之後 後面有就是前後大概有4次 關於這個重修的課程 應該要怎麼設計的討論 那包含像是我跟燕子 最開始就是討論出來 我們應該要找外部的講師來上課 然後後來也有我跟秀儀 就是講師的討論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要再像這樣子 邊界很模糊 然後人員很流動的開源社群 裡面提出行為守則 怎麼樣的行為守則 會是符合社群可以執行的內容 那也順便跟他介紹了什麼是Code of Conduct 因為秀儀在這之前 他也沒有聽過Code of Conduct 所以他其實算是一個跨領域的交流 那再來還有一次是 跟秀儀比較討論好大概的概念之後 有跟燕子和我們的總召 邱儀有再討論了一次是 以總召的角度 對於這個Code of Conduct 有什麼期待 或是他對於這些事情 有什麼樣子的concern 考量 然後當然還有 我們如果要上課的話 會需要預算 會需要場地 所以像這些事情 其實當初在跟邱儀討論 也進行了一些確認 那最後就是實際上 課程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要講什麼內容 是我跟秀儀跟燕子 有再進行一次線上回憶 所以總共有四次 關於課程如何規劃的討論 那其實對我來講 每一次的討論 都是共識的建立 因為就算我們就是 剛才提到的 我秀儀 燕子 求宇 我們四個人都覺得 Code of Conduct可以修 應該修 大家應該要有相關的知能 可是如何修 如何上課 課程怎麼安排 其實都是慢慢磨出 共識來的行為 那再來就是 跟秀儀談好之後 我們就有一次的 基礎法律的課程 和一次COC的共識工作訪 這兩場都是由秀儀帶領 我們大家進行討論 那因為這次其實 就是像我前面講的 我們五月才提出來 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大會是七月底 就是今天 所以其實這之間的 時間蠻短的 再來是秀儀會認為 如果在工作坊討論的時候 還有一些基礎的法律知識 沒有就是沒有具備在 就參加討論工作坊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理解上面 或是用詞定義上面的落差 所以那個時候 一開始在 丟出這兩個 課程加工作坊的時候 就有下了一個限制 是 這個工作坊跟課程 原則上是 以社群內部的人 就是 CostCup的籌備 今年的籌備團隊為主 但是如果是有 歷屆籌備團隊的志工 也是可以參加 可是他必須要 上完法律課程 才能參加公式工作坊 所以 然後 因為時間也是 訂的比較趕 所以的確有一些志工 他們可能 剛好時間沒有辦法 其中一場時間 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來聽課 或是沒有辦法 來參加工作坊的討論 那 公司工作坊 討論完 就是 法律課程就是 秀儀有跟我們 主要講解了 性別 跟性別相關的 三個法律 然後 三加一個法律 第一個是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二個是 那個 什麼 性別教育平等法 然後再來是 性騷擾防治法 最後 加一的部分是 最新修訂的 跟蹤騷擾防治法 那這四個法規 算是樓地版 就是 我們 法律是 就是不違法是 最基本的條件 可是既然社群是一個 由大家 以自身的熱情 或是自身的意願 來參加 貢獻自己 來當志工 參加活動 那我們是不是會有 更進一步的 共識規範 或是道德的要求 那這些東西 才是Code of Conduct 應該要往上蓋的東西 所以第二次的 就是COC的共識工作坊 基本上就是在 討論 目前願意來參加工作坊的 這些成員們 對於Code of Conduct 或是對於整個社群 有什麼樣的 理解和認識 還有 我們對這個社群的走向 有什麼樣的期待跟要求 所以 其實在工作坊的討論裡面 秀儀有先帶著我們 就是列出 我們目前已知 在社群內 或是社群外 可能發生過的 各種 或許會違反Code of Conduct的行為 例如像是騷擾 或是歧視言論 那像有一些就是 其實像很基本的 就是以性別刻板印象來講 如果我們在場部的時候 假設我們在場部的時候 有人說出來 我需要男生幫我搬東西 這其實就是一個 預設男性應該搬東西 女生不應該搬東西 的刻板印象 但是其實就是 像這些東西 其實它都是某種程度上面 會加強刻板印象 或是造成某些人 有不適的行為 那這些行為先列出來 然後它是在什麼樣的環境發生 那發生的人是誰 最後面是 這件事情怎麼樣被解決 那甚至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列出來的事情 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對 就是 可是這些東西 全部列出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更明確的知道 我們可能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曾經被怎麼樣的對待 我們現在希望它繼續被這樣對待嗎 那如果我們不希望它繼續被這樣對待 我們不希望這些事情繼續不了了之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在這次的工作坊之後 就 後來就是 因為工作坊其實中間還是有反對的聲音 我們其實這些修訂的過程 並不是一直都很順利 因為社群裡面還是會有一些人 認為就是 像是Costcap歡迎所有人來 所以我們不應該施加任何的限制 可是其實就像開源 並不代表你可以把程式碼隨便濫用 或者去惡搞這齣寫程式的人 自己寫的程式 就是所有的開源自由軟體或是這些 其實都有它自己的定義 那Costcap歡迎所有人來參加 其實它也並不是歡迎有惡意想要破壞 甚至不只是惡意 它的行為破壞了這個社群的運作 或是這個社群的營造 讓其他的參加者對於參加這個社群感受到不舒服 其實這些行為我們並不歡迎 我們歡迎所有人 但我們不歡迎會讓別人不舒服的行為 所以像這些東西其實也都是在工作坊的時候有討論 不過因為工作坊完之後 我其實經歷了一段低潮 因為我那個時候覺得這些 然後因為剛好工作坊的期間就是MeToo 網路上MeToo爆的最熱烈的期間 所以我那個時候狀態非常的差 所以我有停擺了一陣子 可是就是像前面講的 其實在推這個守則的不只是我 我們有夥伴 那在工作坊之後 在我自己停滯的期間 我們的其中一個討論的夥伴 蔡古 他就擬出了一個 新版的Code of Conduct的草稿 然後球魚也丟了一個 他自己對於我們前面討論過的 什麼叫歡迎所有人 什麼叫我們不能接受的事 這一些的東西的期待 或是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丟了一個文件 讓大家來討論這些東西 到底每個人的概念是什麼 或是像零容忍到底是 不可以發生 還是發生了之後 我們不會無視他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需要確認的 那整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也滿在意就是 知情同意 就是我想什麼 我必須要讓別人知道 我必須要讓我的夥伴知道 我在想什麼 而不是我覺得我想什麼 他們就應該要知道我想什麼 那同樣的也是 每個人對每件事情 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這些定義如何 在溝通的過程裡面 讓其他人可以了解 對就是這整個過程裡面 然後例如 還有一個知情同意的部分 我覺得也算是滿特別的 是在法律課程 基礎法律課程的時候 我們有打共筆 這個共筆是公開的 可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有就是在課程之前 我有詢問過秀儀 她的課程可不可以錄影錄音 然後留下來 讓我們之後的志工 可以直接用這個影音 去學習這些基礎的法律知識 可是對秀儀她自己做議題 長期做性別議題的人來講 錄影錄音其實有可能會被 剪輯出去頓章取譯成別的意思 所以她會有這個擔心 所以她不同意錄影錄音 但是她同意我們打共筆 可是在共筆最開始開出去的時候 她開了一個open的權限 並且被貼直接在共筆被開的時候 貼到了Costcap的公開頻道 然後就是等於在我們課程開始之前 她就已經被公開了 然後我們當天講的事情 都就是即時被記錄 後來其實秀儀有點嚇到 因為她發現我們的共筆捷徑組織高 大家的打字速度飛快 所以其實她有點嚇到 就是像這件事情 就是對她來講 她自己在做性別議題的領域 她在一個基金會工作很久 可是她們的共筆可能就是 非常簡單的一兩句話總結 但是我們的共筆是 每個人都是瘋狂打字 對 所以就是其實我們的共筆 在那個當下已經有點接近 逐字稿就是幾乎是錄音的狀態 然後把它直接轉成文字 所以其實當下的確有一些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可能 講出了沒有那麼適當 或是沒有適合被公開的事情 所以就是在 光是在共筆 大家對共筆的認識是什麼 就有落差 所以像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需要反覆的討論 好 那再來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菜股在工作坊之後 丟了一個草稿的文件 邱玉做了一個對於定義的 每個人對於各種名詞定義的 概念的文件 然後後來就 因為這兩份文件長出來 所以就開始了小組的討論 就是對於參加過這個工作坊的人 對於這兩個文件有什麼樣的理解 然後想要新的 守則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有兩次小組內部 就是這個很小的圈圈裡面的討論 然後也是在這兩次的討論裡面 我們討論好像是7月才開始 所以我們等於在一個月內 就把這個新的Code of Conduct寫出來 然後討論 經過兩次討論 再來意見徵求就發布了 所以最後面的階段其實非常的趕 這整個階段其實都非常的趕 從5月17號到前天發布 就是才過了不到兩個月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裡面我也 就是我到發布的時候 都還有點不敢置信 他就這樣發布了 我原本有點想說 他會不會一直拖到明年 所以就是我很想強調 這件事情其實不只是只有我在推 有非常多人施加了他們的努力 好那接下來分享一些就是 就是在課程的時候 秀儀做了簡報 那因為 喔好 對 欸我講太久了 就是其實秀儀在講 在跟我們解釋Code of Conduct 可以做成什麼樣的時候 他其實有強調 就是像這樣子社群的 社群的守則 其實他是基於核心價值 那我們這個社群對於這一些 讓別人不舒服的行為的容忍程度到哪裡 真的要講的話其實完全不在意 也是一種處理方式 他可能不是我可以接受 或是秀儀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 可是如果這個社群裡面 大部分人的共識就是 別人被性騷擾 我不在意 只要他們有專業就好 其實也還是有這種人存在 如果這種聲音很多的話 Code of Conduct就沒有用處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 那最後一個是當之前就是像那個 我們要好好相處喔的社群守則 是一個自律或是口頭勸告式的 社群守則真的沒有效的時候 我們如何有實質的補救措施 或是如何保護那些被行為人的權利 或是真的去對行為人 有一些讓他會感受到不舒服 就是你讓別人不舒服 我也要讓你不舒服的限制 讓他們可以明確的知道 這些行為是社群不能接受的 那掌握好之後再來思考 我們的社群守則應該要做什麼樣子 掉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有一大堆的法律補充包 就是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法律 所以它是最低的標準 那我們的社群裡面有多少人 多少志工對這些基礎的法律有概念 有概念的時候 然後當有人受害的時候 他們來找大會尋求協助 我們就可以提供他這些資源 然後讓他協助他去進行法律或是 例如像是心理諮詢之類的重建過程 我們不一定要就是一直跟著他重建 可是他可以有這些管道指導 那最後就是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在執行的第一線的人 對於這些性別的概念或是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敏感度很重要 那法律是最低標準 工具不足也沒關係 就是補上就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們希望所有不舒服的人都願意來申訴 再來就是關於社群守則六個原則 就是我們的底線在哪裡 參與者有沒有被明確的告知我們的底線 那我們的底線是我們有什麼樣的權利去對行為人進行限制 那就是我們只能就是社群守則基本上只能寫我們做得到的事情 就是像什麼我會陪你一輩子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們志工每年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些事情又不要寫 然後站穩樓地板 樓地板就是法律 那我們的道德標準是要往上疊加的 最後就是打怪前線訓練 就是像我們前面提到的課程跟工作坊 好 最後發布行銷主作這個圖超可愛 對就是這個在這個圖在昨天發布的時候 這篇貼文昨天發布沒有下任何廣告 他的自然觸及率就是目前為止所有貼文最高的 所以我們都非常的激動 因為其實原本大家認為 Code of Conduct並沒有那麼多人在意 可是昨天就是他發了之後 在一天裡面就拿到了最高的觸及率 所以其實以這個觸及率來講 大家還是很在意這件事 那目前就是這個觸及率其實也是對我們的一個鼓勵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是有被接受並且可以繼續做 然後最後守則的部分 我這裡有放連結 但是剛才其實開幕簡報應該也有講 我們這次的守則 主要是四個部分 首先是定義什麼樣式參與者 再來是行為準則的適用時間跟範圍 因為像我們的志工就是其實籌備時間是有限制的 那在這個籌備時間裡面 或是志工的 投入的時間 投入的人力的能量 我們可以服務到什麼範圍 這些東西也是需要定義 那再來是我們會希望大家在年會裡面盡量做什麼事 因為其實對於年會我們並不是只有限制 我們也有期待 我們希望在這裡可以喜歡開圓城市 就是Coast Club的原本的名字就是開放 開放原始碼的參與者推廣者跟 貢獻使用者對不好意思 使用者貢獻者跟 推廣者對 這三類的人是我們歡迎他在Coast Club 盡量發揮所長 並且結交朋友的地方 我們也有一句就是 算是大家的俗言 就是來Coast Club 四層聽一層六層交朋友 但像我自己是個麻瓜 所以基本上我是九層交朋友 一層聽一層 那最後才是我們絕不容許 在這裡發生的行為 那這邊就有條列出一些 像是我們前面工作坊有提到過的 性騷擾性侵犯性侵犯犯法 犯法的事情就是不能做 性騷擾的事情 歧視的言行之類的這些內容 我們不希望他發生在這裡 然後也有定出了 如果發生了之後 我們會如何的警告 如何的 如何勸導 如何警告 甚至嚴重到某種程度 或是勸告不聽的話 我們就會請他離開這裡 因為我們並不歡迎這些行為 詳細的內容 歡迎大家進行心得守則看看 好最後 其實做了這麼多修訂 那目前為止還沒有結束 我希望對我來講 如果我明年會繼續當志工的話 我應該會繼續修code of conduct 我希望他可以盡量被好好的修正到可以用 可是其實最終的我 並不希望code of conduct被用到 因為當他被用到 就表示有人覺得不舒服 有人受傷了 可是如果當code of conduct 真的需要被用到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可以對被行為的人 提供實質的幫助和指引 而不是只是喊喊口號 你好可憐 拍拍你結束 並不是這樣 那再來是 這幾年其實申訴的人 申訴的事情 就是我們知道的事情越來越多 可是其實 很多事情不是他現在才發生 而是他以前發生了 被行為的人不敢講 像今年的me too 其實很多也都是 甚至十幾年前的事 他們當時不敢講 是因為他們知道講了沒有用 或是他們講了之後會 社會會譴責他們 讓他們受到更多的壓迫 所以那個時候不能講 那既然我們希望來參加的人都可以 在這個社群活得愉快 那我們就希望還有不舒服的時候講出來 你講了我們才可以知道我們要不要改 對不一定要改 可是我至少可以知道我要不要改 然後不舒服的人也可以知道對方願不願意改 所以其實講出來 或是這些申訴是表示這些被行為的人 他對於處理的人有信任 他對於社群有信任 最後就是me too開始燒起來的代表 人選之人的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這個不要就這樣算了 不只是對於事情就這樣算了 還有一個是對於被行為的人 很多其實之前我們知道在社群裡面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 他們算了之後是選擇離開社群 但是這些人他們其實還是有各自的專業 有些行為人可能他們很有專業 可是他們做了侵犯別人的事情 但是被侵犯的人其實他們也是有他們的專業 他們有他們的貢獻 可是我們如果就這樣算了 這些行為人他的專業留下來了 他侵犯人的行為留下來了 但是我們失去了被行為人 他的專業或是甚至更多人 對於這個社群參與的熱情 所以我們不要就這樣子讓大家離開 我們不要就這樣子讓大家把他們的熱情消滅掉 我們不要就這樣子把這些事情放著 假裝看不到 我的簡報到這裡 超時了抱歉 好 很謝謝黃甫喔 因為其實COST CUB一整個社群子已經執行很多年了 然後這個過程他算是見證了這個守則的誕生 所以如果今天現場有第一次來COST CUB的人嗎 沒有 你對不對 OK 你剛剛聽有沒有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先知道 OK 你知道 OK 好好 沒事 好 那我先繼續 打擾一下 雖然人可能不多 可是如果有更多的訊息想要討論 或是想要詢問的話 我這兩天基本上會待在309外面的大會攤位 所以歡迎來找我 然後也歡迎來贊助大會的活動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哈囉 大家好 大家都是真的要來聽這個東西嗎 的人嗎 還是只是剛好進來 而且好像接觸不良對不對 怎麼辦 有點怕 有點怕 好像沒有 嗨 他好像沒有跑出來對不對 好 沒關係我們 來 除一下錯 有人可以救我嗎 有人可以救我嗎 謝謝 好 這是我的電腦 是嗎 是我的接觸不良 可是這個很貴耶 可以 可以 那所以是接觸的問題嗎 還是這個 有有有有有 然後 對他都會閃退 對 救我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陳祥宇 嗨大家 然後也可以叫我奏音 然後為什麼我要講說我的本名呢 因為通常大家都講英文而已 但我就只講本名 因為我在這裡 有沒有 我在這裡 就是我是這個特別感謝的單位 所以我都跟人家講說 我跟Google research 現在有同樣的地位 因為我有一個單獨的icon這樣子 沒有 我會參加Cost Club社群 其實真的是一場意外 因為我是 其實我的本業是心理師 我是自相心理師 但是我會寫一些code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在一間科技業工作 當科技業的人子 然後因緣際會認識那個Cost Club的中籌 塗抹 然後我才因緣際會進入了這個領域裡面 但是在過去一年半在科技業的工作經驗 其實我發現說在 我以為我學的心理學的東西跟科技業沒有關係 但後來才發現 即便是在科技業的領域裡面 其實很多心理學的智能跟心理學的概念 其實是需要被廣泛的推廣的 那尤其是在性別這一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覺得自己的工作 職場環境性別有不友善 友善舉手 OK 三個 其實他應該都不友善 Do I have to switch my language if you need it? 你會需要嗎? 還可以 OK 因為這個其實是雙語的 就現場有人需要用英文嗎? 我是可以切換一下 OK 那我們就用中文 你說你需要是不是? 你說你需要是不是? Do you understand me speaking Chinese? No OK So And like can we all do you guys also understand if I speaking in English? OK So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you need translation to Chinese just let me know I would do like 雙聲道 OK So what is the airplay code for the code here? Do you know that? 這是我的筆電 是我的嗎? 還是我全 我自己的是不是 是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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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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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投影 這個投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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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t's talk about my background So I'm a psychologist actually And then I studied in the US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Which means that most of my time I'm seeing my client And they most of my client they come from sexual abuse family background So I used to work with sexual abuse child and also sexual abuse family a lot And most of my time there I didn't think about computer Or didn't think about coding I was just focusing on my job But like more and more client comes in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some of them actually come from technology background Which is kind of surprising you know like Because we suppose like we assume people come from tech field They usually have like more friendly attitude More supportive attitude But actually we still see these things happen Like keep happening in the tech field Although those are people come from Amazon or Google Even in that field So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assault is kind of everywhere Right So we don't make assumption about like Oh you got people come from tech field So that means you are definitely feel comfortable to your work area There's always exception always different cases We have to be very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Instead of just categorize They are just generalize their experience into the group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OK 我想一下怎么办 那我先把这个传出来 So The things we did here first Is we want to Because I don't have my powerpoint So like I have to do this in a very traditional way So things first thing is my Is gender OK Do you guys know what's the gender difference from sex Do you know these two things are different right OK Can you guys tell m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x and gender Any How about you OK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nd sex So this is actually your 生理性别 And this is your 社会性别 And this is your 社会性别 And we used to think that we only have two genders in the world And two sex in this world But actually it's totally opposite Like we actually have like more than two of the sex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like you know our genes is like XY or XX right But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is XXX or XY Have you heard about that Because like everybody's genes has different extraction So anyway just this is kind of out of topic So do you think these two things directly connected Is these two things like directly 连接 他们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So people might have like sex in Think he's a boy And then think like the gender Because society thinks that he is actually a female So this is sort of two different things And then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nfo about me Because I'm a feminist And I'm a feminist therapist So we really validate how a background shape a person's experience as they're growing up So my gender is definitely I look like a female and I act like a woman And the other things that separate influence a lot is My study background So when I was little I studied in When I was in my middle school My teacher like because I really like writing And my teacher just supposed like She think that I'm definitely going to study in the literature instead of engineer And then when I applied for my high school That time I want to become a scientist And my teacher just say Oh you know like Zoe you are a girl And then also like you're good at writing You're a great Chinese So that means that if you go to the literature field That would be a really perfect fit for you But that just kind of cut my role to be a scientist And you can see that I definitely because I My high school is in Wuling Gaozhong Wuling Gaozhong is kind of a top school in Taoyuan And like in the Wuling Gaozhong my math is definitely very very bad there But out of the Wuling Gaozhong my math is actually really great But my teacher just saying like Oh because you're a girl And also you're great at writing So that means you go to the literature field 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 directly Without giving a think And also after I graduated my high school I decide to study in Psychologist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re's kind of a combination of two things Because some about some part about is a literature part But also some part of is like more like a science part So you can see that my career has kind of shift by my gender a lot Even though part of me still thinking that being a scientist Interesting in coding and all these kind of rational thing is part of my interest I still think that maybe this is the role I need to go to The older woman's role like being a psychologist Be a supporter being a caregiver Because also like being a counselor also means like you are kind of a caregiver 目前可以嗎? 我可以一句英文一句中文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OK 所以呢 我會覺得我被認為說因為我要當個照顧者 然後這個社會認為我們是一個照顧者的角色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去想一下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here is like How's your career choice influenced by your gender? Gender and not sex Alright And then this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at we will found out in the work So the first thing is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at means I discriminate you or I kind of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of your gender Because of your gender I think you are not available You are not qualified to do something that we will call it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harassment means that anybody show any like gender relevant poster sign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 And then this is like a power dynamic sexual harassment It's different from sexual harassment It's because when it goes to different power dynamic Some people is in the higher social power class And some people in lower social power class That these things shift different So we have to define it differently Why? Because if a person says Oh I can't say no to this person Then in the regular session Regular scenario We will think Oh that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reject this person That means you have some affection to this person But what if this person is their boss This person is their supervisor So that makes the reason why you can say no It's more reasonable Right? Because this person has more social power to manipulate you So sometimes it's really hard to say no to the person as the supervisor So we have to differentiate these two things And also like this is social dynamic sexual assault This situation is even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somehow like if we want to work with our supervisor We somehow we try to twist our mindset to like them more Right? 就是意思是說 假設你今天要跟你的老闆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有一點點調整自己的心態到說 我需要有點喜歡他 不然我沒有辦法跟他工作 And this is the human natural Everybody needs to be like friendly And then they have to use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work with people Although you work remotely You still have to build somehow of connection to the people you work with And the last thing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t's the most like confusing part about the sexual discrimination It's called microaggression Have you heard about this word before? Microaggression Okay So like a lot of things These two things above Like this four things above They are kind of easy to define Easier to define Like you did this thing You send this sexual text to your colleagues So this is definitely a sexual harassment And you definitely have like intersects with the other colleague And she say no and then you just do it Or like he say no but you just do it These things It's kind of like a reality It's easy to define Although it's still hard But it's still I mean it's not underlying It's pretty obvious Right? But the last thing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icroaggression It's kind of the things that you feel uncomfortable And it's kind of It happens because of this cultural background Because these gender inequality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mehow it's hard for you to say Hey that's not appropriate And if you say that's appropriate Somehow it's hard for you to give them an answer And give them a reason The first thing is micro assault That means that a person And then he didn't mean to assault He didn't mean to discriminate you But like he intentionally did something Like pretty discrimination For example Somebody just talk about some racist joke Or like gender joke But say oh I'm just joking I didn't mean it Right? And why don't you be so serious Like why you are so serious And this kind of thing We kind of categorize them as a micro assault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micro assault Me is that I kind of validate you in some way But that validation actually is I underline gender sexism message For example I'm saying Well you're a girl And you're engineering And you're engineer That means definitely means you're perfectly smart Right? This sounds kind of compliment But actually it's insult in the other way Right? Okay And the last thing is we call micro invalidations Beans that a person He makes some He kind of This valu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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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so talk about some race issue, because somehow it's hard for us to recognize gender issue, and that's where it will become easier for you to just like change the males and females to white and black, just easier for us to understand. 意思就是說,有很多議題我們在講男生女生的時候會讓人困惑, 但是只要稍微把這個男生跟女生的category換成black and white, 我們就會覺得,其實比較好理解。 Okay, okay, I kind of learned all the time, okay.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gender issue in Taiwanese technology. So, for example, the first thing is like, oh, girls do less and boys do more. And these kind of things, well, it sounds like beneficial to women, right? Because like we validate, we just think, oh, women can do less job, and then guys need to carry all the chairs, carry all the computers, and girls just like, oh, because they're a girl, they don't have that much muscle. So just let girls to take a rest. Some women might think, oh, this is actually beneficial to me, but it actually create another double layers of your difficulty in your work. for example, because they kind of less validate your power. So at the same time, they give you less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So for example, a girl might feel like, because I was kind of treated well during my work, and they kind of take off my job, so I can still get the pay, but do less job. But like, when it comes to yearly review, I have to double proof myself. I have to double saying that, oh, because I d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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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So this means me a valuable person, so you give me the promo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個女生她被這樣子對待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哎,這其實是好事啊, 但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 因為你平常做了比較少的事情, 所以當你真的在被 yearly review one on one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證明說, 你是有在做事的, 而且你會有一份anxiety, you got the anxiety about like, you have to prove yourself you are a useful person, because some people just like, 所以這是一種雙重困境, 它是先扁定你, like, he take off your job, and then somehow you have to prove yourself, like, you, you have this power, you have this ability to do things, okay. Or like, some people will say, I will just use my gender charm to work. For example, I'm a girl, I'm a female supervisor, and somehow I just have to use my female attractiveness to make my only, her co-worker work for me. Okay, and the third thing is like, kind of really hard to say, it's like,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harassment, and you reject someone, and maybe you report to someone, but after this report, you have to follow up with them, and then the thing is like, they kind of hav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you, and it's hard for you to distinguish whether they treat you badly, because, because of just a job, or just because like, you didn't accept his harassment, okay. And any other things come out like, because you guys all come from tech field, that's my assumption, or like,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this kind of gender issue like happen in your work field? 有沒有其他什麼事情你們覺得 也是在你們的工作領域裡面 很常會遇到的? 我會不會講, 我是不是講太快了, 我是講太, 我覺得我應該講太快了, ok,好, 那我講慢一點, 因為我很怕, 那我們就, 如果時間超過, 我們就慢慢講, ok,好.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f we happen to have these microaggression behavior, then how are we going to react to that?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icrointervention. This is kind of a new research idea that probably they have this proposal three years ago, and I was in that conference. So it's talking about how are we going to react to this microaggression? The first thing is we have to recognize things. So for example, there's so many terminology, so many names, 很多的名詞 was invaded when we talk about discrimination, talk about racism, talk about sexism. Why? And some people will say, well, that's just some like researchers thing, like researchers just like to invent new stuff and make people feel confused. Actually, that's not true. The first thing, why terminology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kind of helps us to point ou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re'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but you don't know what an elephant's name.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You just say, well, there's a big, big thing, but you don't know that's an elephant. So somehow, we just have to name the elephant. So the terminology is to invade. They are being invaded because we want to recognize the toxic behavior. and the second thing, we have to educate the perpetrator. We,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victim, telling how to group themselves, we have to educate the perpetrator. Third thing is we have to seek out help from the outside. And there's four things we talk about here is kind of my favorite part about micro-intervention is that sometimes we can really just do it very quickly and then just show your disagreement. And it's kind of powerful. The first thing is you show your disagreement saying that, for example, somebody in the chatting, they're saying that, oh, indigenous people, they are not good at studying. And you could just say, well, I don't agree with that. or like when somebody just makes some gender joke, you could just say, well, I don't think that's funny. And that's kind of very small behavior, but kind of stop the toxic masculinity and toxic environment directly. And second thing is you try to show your, express your value and your bottom lin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like, oh, I respect multicultural, but like the word that you just say is not allowed here. Okay. And third thing, you could just like, if you don't, you don't feel comfortable enough to show your disagreement, then you can also just describe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Well, you could just say, did you just call her a bitch? Did you just did that? You could just describe this thing without adding your comment. Or you could say, you could use I don't know how to just say you could just use say, wow, I can't believe what you just say. Can you say that again? do you, are you sure you're saying the thing that you're trying to say? And also, the other one is try to interrupt and then redirect with like, well, you just say she's a bossy supervisor, but like, I think we were just trying to say you are kind of having a hard time working with her, right? You can help them redirect. And the last thing is you us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For example, you just shake your hand. You just like, cross your arm with like, I don't agree with that without saying a word. Those things are very effective. We don't have to do this like big, like big theory against or like have a revolution, have a rebelling behavior. You just do something small and then you just cut those things off very quickly, immediately. and that's kind of effective. Okay.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lack sheet effect. It's like, because we all know like somehow we kind of get ourselves into this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It's like, not just the perpetrator hate you, but also like some people around him or around her kind of have negative feeling towards you. And we call these things black sheet effect. So if you ever got bullied and this kind of thing is relevant to black sheet effect, is like they hate you. It's not because you're hateful. It's basically because they need a person to hate. The reason why this is happening is like in the group dynamic, in this group dynamic, when the group dynamic feels a need to connect to each other and feels an urge when they got the pressures, they somehow just like project this pressure to other people. And how this group dynamic work is they want to find a victim. They want to find a black sheet. And then some old people gossip about the black sheet. So like people can feel like oh, I'm not the target. I just shifted my hater and just give it to the person. So意思就是 有时候 你在团体里面 被讨厌 跟霸凌 并不是 因为你 做错了 什么事情. 而是团体 其实就像 一个个人一样 当他感觉到 一个力量的时候 他会找到 一个对象 去讨厌 去释放 他的压力. Okay. But what if you are the victim? What if you are the black sheet? So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rauma. We are talking about trauma because trauma is not something really far away from us. It's actually really close. It's our daily life. We can like happen to trauma all the time.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admit that and I'm going to use this sentence like 刚刚那个 那个黄甫 他也有用 用那个 人选之人 person select by human 的这句话 的一些台词 那我也用了 这句话 里面 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雅静 这个王雅静 这个人 他呢 this character like she was bullied kind of by her boss and also her colleague and then this is kind of her new friend and then she said something to her it's like wow that's kind of impressive like you living in that environment for so long your arm must be broken and then she was like what do you mean by my arm is broken and then her friend was like well humans are kind of animal they connect to each other they live together so if somebody was like if someone is excluding them from the group they will feel a pain they will feel a truly pain like the pain in your brai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you broken your arm 所以其实 这些 心理上的疼痛 它在身体上 造成的事情 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遇到 这样子 心理的伤 你要如何复原呢 the first thing is to止血 so like stop the blood you have to leave this environment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self lots of my clients they come to my therapy room and then when they come to some bully situation use the most of the thing that they say in the most is like oh I have to try to train myself I have to I have to I just like if I just can ignore them that would be so easy if I just can like live in my own and like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m that would just be more easy but it's it's not true because like it's hard like people just connect to each other so if the connection was disconnect was break was broken that means you can't protect yourself anyway so you have to leave this leave this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my previous job is pretty toxic it's a pretty toxic environment that doesn't mean all the people work there I don't like it just means some people there is pretty have this very aggressive attitude towards me and I know it's going to continually hurting me if I don't leave the environment okay so I decide to quit my job but that's not the only optio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other option okay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you're going to solve your your how do you say your scar 你需要符合你的伤口 how do we solve our scar is like we close to people who love us because the the connection the affection that we build with the people we love like it does heal our brain it does heal our brain and give us some dopamine and chemistry in our brain to help us heal the trauma and the third thing you just have to practice you have to practice how do you practice you don't practice you don't directly jump into another pool the thing you do with practice is you have to talk with a counselor talk with a therapist to kind of organize this experience what happened to you and then after you go through this healing process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be very wise to make your make a road okay any problem any questions so far okay it's pretty it's pretty intense though okay yeah 所以 这个就是全部了 好 我觉得 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我觉得离职 是一种选项 而且我觉得 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会推荐离职 to be honest even like in my in my therapy room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 离职的话 怎么办 找到你的社群 跟连结 在这个团队里面 找到这个社群 跟连结 就会重要的 because you can if you just continually feel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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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the things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like we have to build our bond lik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o be like even more stronger to defend those like his uh toxic environment 所以呢 好 到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 为什么我会开这个讲座 就是 我觉得 在理解这些创伤的 这个事情上 大家很容易有个想法 是觉得 那是因为我太脆弱 我就是不要理他们就好啊 为什么我要一直觉得 呃 他们说我怎么样 说我怎么样 我就是心里不够定 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样忍耐 and this is kind of part of our culture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bear a lot of things we have to be tough enough to stay in a very toxic environment but actually just like you have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and the best way you can treat yourself better is to find an environment that is suitable for you okay okay so that's my speech for today and thanks for coming just you have to clap right yeah okay 我应该没有讲超过 好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为止 都还好 都还好 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 因为台湾人 通常是比较奴性 所以 像这样子的这个 呃 就是讲起来 就是 你希望就是怎样 他们的 对文文的 会不会让他们 进去感觉 对文文化 okay so he's asking like because台湾人 are tend to be slave and so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what's my goal to promote this culture like more supportive culture right so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 do the first thing that I would recommend is to find your community that's the first thing like because you could directly get the rewarding fulfilling feeling just come from the connection the second thing I definitely recommend you to read some books right 就是一些像是 the books that I would recommend you guys a lot and it's kind of popping right now it's called 哈马先生 去看心理诗 看过吗 听过吗 对不对 哈马先生 然后 还有一些书 然后还有性别打结 okay 性别打结 kind of gender knot okay 这两本书 okay 我觉得可以先从 这两本书开始 然后再来是 如果是 在环境 这个整个团队里面 应该要怎么去改变 这个大问题 我觉得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因为 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他说真的改变 并不是一个人 前进一百步 而是一百个人 一起前进一步 the real change only happen in like not in happening one person step forward for 100 steps it's like 100 people step one step together 这个时候 we have to define our boundary 我们要去设立 这个界线 也就是我们要去理解说 哪些部分是我的责任 哪些部分是别人的责任 and once you understand oh I already took m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t of the part we just let go we just let go that's how we do it we are advocate for our community we advocat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if you feel like oh that's the thing that's the thing that I do I will feel like oh 我会觉得说 这么做的话 我可以 信任我自己 我可以放过我自己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话 那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就是 你做到这边 接下来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去区分 这个界线 在哪边 这样 所以 很多事情 很多 even是 gender discrimination 很多时候也是发生在界线的不明确 也就是说别人会认为说 我可以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或是你可以影响我做的事情 可是一旦你把这个界线设立出来的时候 你一部分是在伸张自己的正义 一部分也是在抵御别人的入侵 而且台湾为什么是一个stavory culture 这么严重的地方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界线不明确 老板的界线不明确 员工的界线不明确 可是要把界线定义出来 但那个界线的意义是什么 除了这是我的事情 这是你的事情之外 还有一个界线的概念是 我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 假设我 out of okay for myself that means also like your emotional boundary is created that means I can't control your emotion 如果我真的拒绝了 你的加班的要求 一部分这个是我在建立我的界线 但同时我也要对你的情绪 是理解到说 那个不是我的事情 ok 所以对 我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ok 好好好 ok oh sorry she's the speaker and I just take your time